珍宝蟹是很多民众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随着加州渔猎局宣布10月15日 加州珍宝蟹商业部捞技陆续开启 今年的第一批珍宝蟹陆续抵达各港口 来看一看 我现在在半月湾 随着第一批螃蟹运滴码头 吸引很多市民纷纷前来挑选最新鲜的螃蟹 来丰富感恩节的餐桌 水中的珍宝蟹快速地爬来爬去 显得生猛新鲜 很多市民和家人一起驱车前来购买 Ren和他的妻子每年都来购买第一批珍宝蟹 这项习惯已经持续了十年 感恩节前品尝新鲜螃蟹 已经成为很多家庭餐桌 一向不可或缺的美味 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晚餐 我们有蟹蟹、白酒、蜡蟹 非常特别的 没有比较新鲜的蟹 有点葱、蜡蟹、蜡蟹 半月弯的珍宝蟹每磅8美元 有的从东湾及旧金山转成赶来 随着商业捕捞机的开启 会有更多渔船带来新鲜的珍宝蟹 数据显示 2017年加州珍宝蟹捕捞业产值达4700万美元 2016年为8300万美元 而在较早的软骨藻酸成灾的2015年 行业产值仅为1700万美元 新唐人记者金亚兰、余伟 湾区半月湾采访报导 出席收入 并且到复� STAR